雷雨前 矛盾 青岛起来就走到那座小石桥上 摸一摸桥石 镜像还带点热 昨天整天里没有一丝风 傍晚响了一阵子干雷也没有风 这一夜就闷得比白天还厉害 天快亮的时候 这桥上还有两三个人躺着 也许就是他们把这些石头又困得热哄哄 满天里张着个灰色的蜜 看不见太阳 然而太阳的威力好像透过了那灰色的蜜 只逼着你的头顶 河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了 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乌龟壳似的 田里呢早就像开了无数的小沟 有两尺多阔的 你能说不像沟吗 那些苍白色的泥土 干硬的就跟水门钉差不多 好像他们过了一夜功夫 还不曾把白天吸下去的热气吐完 这时他们那些扁长的嘴巴里 似乎有白烟一样的东西往上冒 站在桥上的人就从浑身的毛孔全都闭住 心口泛淘淘像要呕吐出什么来 这天上午 天宫老张着那灰色的蜜 没有一点点漏洞 也没有动一动 也许蜜外边有的是风 但我们照在这蜜里的 把鸡毛从桥头抛下去 也没见他飘飘洋洋夺方布 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气的大桶里似的 人张开两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 可是吸进来的只是热啦啦的一股闷气 汗呢 只管钻出来钻出来 可是浇水一样浇得你浑身不爽快 像结了一层壳 午后三点钟光景 人像快要干死的鱼 张开了一张嘴 忽然天空那灰色的蜜裂了一条缝 不折不扣一条缝 像是明慌慌的刀口在这蜜上划过 然而划过了 蜜又合拢 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 透不过一丝封 一会儿长弓一闪 又是那灰色的蜜裂了一次缝 像有一只巨人的手 拿着明慌慌的大刀 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蜜 像是这巨人 也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 一闪一闪满天空 撇过那大刀的光亮 隆隆隆 漫外边来了巨人的愤怒的吼声 门口的闪光和吼声都没有了 还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灰色的蜜 空气比以前加倍闷 那蜜比以前加倍厚 天加倍黑 你会猜想这时 那蜜外边的巨人在开着汗 泄一口气 你断得定他还要进攻 你焦躁地等着 等着那挑拨灰色漫的大刀的一闪电光 让隆隆隆的怒吼声 可是你等着等着 却等来了苍蝇 它们从卧错的地方飞出来 嗡嗡嗡地 盯你的涂一层胶似的皮肤 带红顶子 像个大圆模样的金苍蝇 刚从粪坑里吃饱了来 钻捡你的鼻子肩上蹲 也等来了蚊子 哼哼哼地 向老和尚念经 或者向老秀才读古文 苍蝇给你传染病 蚊子却老是要喝你的血呢 你跳起来拿着蒲扇乱扑 可是赶走了这边的 那边又是一大群成细进攻 你大声叫喊 它们只回答你一个 哼哼哼嗡嗡嗡 外边树梢头的馋儿 却在那里唱高调 要死哟 要死哟 你汗也流尽了 嘴里干得像烧 你手里也软了 你会觉得 世界末日也不会比这再坏 然而门壳的电光一闪 照得屋角里都雪亮 漫外边的巨人 一下子把那灰色的蚊扯得粉碎了 哄咙咙咙咙咙咙咙 它胜利地叫着 呼呼 挡在漫外边 整整两天的风 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 蚕鹅近身 苍蝇逃走 蚊子躲起来 人身上像剥落了一层壳那么爽 呼呼呼 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 轰隆隆 轰隆隆 再急些再响些吧 让大蕾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睡觉灵隆隆 轰隆隆 一响些 konsern空飞行